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7月27日星期四 我是Queenie 突发大文停车场发生爆炸 多台车辆被炸成废铁 昨天上午 兰里镇一处建筑工地发生车辆爆炸 威洛比购物中心地区的居民们受到了惊吓 据兰里黄佳琪警称 在上午10点之前 他们接到了关于中心内外 有巨大声响的报警电话 他们派警员前往现场 很快得知 威洛比购物中心的建筑工地发生了爆炸 省紧急医疗服务证 他们被叫到该地区 并在现场救治了一名病人 但无法提供更多有关伤情的详细信息 据称该名病人在现场经救治后 无需送院 警方相信 出事的卡车是一辆焊接车 车上装有一些焊接设备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机想表明爆炸 有任何可疑之处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说 他们在上午10点之前 听到该地区似乎发生了大爆炸 视频显示 设施货车及附近多部车辆 严重损毁 形同废铁 而大量碎片布满路面 现场犹如受到战火摧残 该地区为商业区和住宅区 有大量建筑工程正在该地区进行 邻近的建筑工地疏散了所有96名员工 威洛比市购物中心的员工表示 起初他以为有人开车冲进了大楼 因为声音太大 然后他认为可能是地震 莫顿表示 这次爆炸对顾客和员工来说都很震惊 当事情发生时 一切基本上都停止了15到20分钟 因为每个人都离开了所有建筑物 莫顿说 他说消防员赶到后向火焦水 爆炸发生的地方附近有一栋建筑 全部都被烟灰熏黑了 而真正爆炸的卡车 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片冒着热气 他说 麦克·埃希霍尔就住在该地区 他告诉City News 感觉就像大楼里的电梯掉了下来一样 或者是像一个大吊车掉了下来 整个大楼都在晃动 他走到爆炸现场 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现爆炸把建筑物顶部的碎片 都炸到了Shoppers旁边的街道上 那辆被炸的车几乎全毁 什么都没剩下 他说 我很害怕 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罗伯特·杜海姆的家 距离爆炸地区大约一个街区 他说 当时他正在家里工作 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 我的猫都吓跑了 之后就马上出去和邻居们聊天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一位邻居发现附近有浓烟生起 杜海姆说 我们都感觉到了冲击波 房子都被震得摇晃起来 我担心是炸弹 这位当地人说 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并补充说 当时的情况令他大为震撼 我在想 我们必须撤离吗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首先担心的是 我的油箱在车里爆炸了 或者是类似的事情 他说 我感觉到爆炸离我很近 事实上确实也很近 就在一个街区之外 目前尚不清楚爆炸的具体原因 感谢您收看文革华天空新闻 我是Queenie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